囚禁其中一人还生下了现年六岁的女儿 因永旧人的邻居还因此暴风 中国银行宣布关闭北韩外贸银行账户 制裁发展核武计划 而台湾父子涉嫌贩售可制造武器的工具给北韩 违反毁灭性武器禁令导谱 美国康州小学枪击案造成26次 哥伦比亚抢先开发出儿童防弹背心飞包 还有模仿美国队长的盾牌 让老师来保护孩童 手机电脑透过镜头将实境结合虚拟 不仅用在游戏还能够提供最新资讯 实体店家看望市录商机市场可达140亿美金 大陆出现海涛族专门网购海外商品 已在大陆省下近一半花费 预计今年市场规模将达到数千亿人民币 欢迎会玩 欢迎您准时锁定Focus TVB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选择的头条是震惊全美 事实上在各国播出的时候 相信大家也觉得惨绝人寰的一个绑架案 长达十年 三个失踪的女子终于重见天日 那么很多媒体的标题 纷纷都已消失的十年 被偷走的十年 来形容他们这一段 凭空与世隔绝 形同蒸发的人生 这三个女子分别是在 14岁 17岁 21岁的年纪 遭人绑架 他们长期共同被禁锢在一个房子里 这个房子从外观看 就像一个寻常的人家 使得这十年的禁锢 显得更加的凄厉 恐怖 而且他们当年被绑的地点 距离后来十年禁锢的房子 不到五公里 却没有任何人发现 整个事情一直到六号傍晚 其中一个被绑架的女子 Amanda 趁屋主不在家的时候 奋力呼求 她对面的邻居呢 也胆子很大 跑到门廊里面 听到了她的需求 才把她带回家 于是一个Amanda救出了另外两个女孩子 他们终于摆脱了这十年的噩梦 也让人觉得非常心酸 这十年来 她从来没有放弃脱逃的心愿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这是今天美国最轰动的新闻 三个素妹平生的女子 被绑架近十年 她们住在一起 却活在恐惧当中 2002年8月 密雪儿奈特第一个失踪 当时她21岁 她的母亲说 密雪儿很爱动物 立志要当兽医 但突然之间就人间蒸发 2003年4月 亚曼达贝瑞本来要去打工的汉堡王纸晚班 却途中消失 那是她17岁生日的前一晚 一个月后 她的家人接到一通 用亚曼达手机打来的电话 一名男子说 亚曼达在她手中 应该几天后就会回家 但从此下落不明 2004年 甚至有个林媒在电视上 这样告诉亚曼达的母亲 但命运作弄 先走一步的是亚曼达的母亲 新岁的还有吉娜迪海苏斯的家人 2004年3月 当时14岁的吉娜 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却跟亚曼达和密雪儿一样 从同一条街被掳走 她是个读特教班七年级的学生 不可置信的是 三个女生被绑架的地点 都在同一条街上 而且距离她们被常年囚禁的房子 不到五公里远 却没有人发现 尽管有邻居发现 房子里的不寻常之处 却没有出手相救 警方曾在2008年 公布吉娜成长后的模拟画像 案情却仍无进展 终于在6号的傍晚6点 亚曼达趁着男屋主外出 大胆脱逃 奋力挣脱的模样 刚好被她对门的邻居 兰西看到了 兰西立刻把亚曼达带回家 借她手机报警 这是一通让她的家人 等了十年的电话 亚曼达自由了 警方赶到之后 也迅速救出吉娜跟密雪儿 甚至还包括一名6岁女孩 据了解是亚曼达 在禁锢期间所生的孩子 警方随后也逮捕了屋主 52岁的前校车司机 艾瑞尔卡斯楚 以及可能协助她 绑架三女的两名兄弟 艾瑞尔在1993年 曾经因为家暴被逮捕 但案子后来被驳回不审理 2004年 他也曾因为驾驶 校车不当 被儿府机构通报 尽管艾瑞尔有多次前科 却没有人发现 他屋子里藏有更惊人的事实 由于三名女子被禁锢太久 恐怕身心受创 所以获救后立刻送医检查 十走十年的亚曼达 在医院与妹妹相会 开心的合照被PO上Facebook 他不但让自己重获自由 也让其他被长年绑架的女孩 重返家人怀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制裁北韩 唯独北韩 在华府和平壤之间的角力 我们一般想到的都是军业 但是现在却卷入了一对台商父子 美国的FBI指控 说台商蔡献宗跟他已经成年的儿子 涉嫌违反贩卖机械器具给北韩 卖给北韩后怎么样呢 说让北韩可以组装 制造强大的毁灭性武器 美国为了追捕这对台商父子 已经秘密跟进了两年半 五月初在爱沙尼亚跟美国芝加哥 同步收网 于是这对父子 蔡献泰和蔡月勋 被控三项罪名指控 其中光是私自跟北韩做买卖 可能就会面对20年以上的重刑 父亲67岁 蔡献泰他在台湾也有前科 也是因为违法贩卖机具 给北韩遭到判刑 这几年蔡氏父子有计划的 淡出了台湾商圈 把大货仓整个移往美国 他名下的两家公司 如今在台北再去探访 明显的人去镂空 这是三年前的蔡献泰 打高尔夫球是兴趣 更是为了做生意 前第一金控董事长蔡献宗 都是他的囚友 67岁的他名下两家公司 都在台北 登记的名目正式贩卖精密仪器 其中一间已经变成宠物餐厅 早已不知转了几手 再试着到另一间公司 一探就近 现在补习班啊 打数后头的二楼 已经变成补习班 蔡献泰在台北的所有公司 仍去楼空 美国FBI认定蔡献泰父子 长期提供北韩制作武器的工具 花了两年半监控 布下天罗地网 在爱沙尼亚跟美国芝加哥 同步逮捕 蔡献泰的儿子蔡献泰 住家前记者深夜都还在连线 蔡献泰今年36岁 跟附件师妻子都有精算师执照 邻居都知道蔡献泰有家机械工厂 专做进出口生意 只是问问没想到 卖的东西能组装出大规模伤害性武器 大客户竟是北韩 邻居眼中的好好先生 在法庭上穿着橘色球服 两手靠在背后 被美国指控能做武器的工具 就是这台钻动机 为了钻漏洞 还刻意开立假发票 被控的罪名可不小 反习嫌罪 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法 三项罪名可以判处 20年以上重刑并磕 三千万罚金 外交部两地奔走 但能做的有限 蔡献泰早有前科 2008年在台湾时 就曾因为违法贩卖机具给北韩 遭判刑拘役40天 他曾辩称 因为自己跟北韩人来往 美国要求当宪明 不愿意才遭到报复 蔡献泰即将从爱沙尼亚到美国 接受审判 长年的秘密生意 和秘密客户 为他带来的罪名 恐怕不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北韩穷兵独武 他最重要根源 是要有充足的资金 才能够让他不断不断地 投资在国防的军事设备上 而现在平壤即将面对 空前最严重的资金缺口 这个制裁还是来自 他认为长期的共产社会盟友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非常罕见 而且以大家所预期不到的方式 加入了制裁北韩的行列 中国大陆的国有银行 中国银行宣布 关闭了北韩主要的外汇银行 朝鲜贸易银行 在中国银行的账户 这一关布等于禁止了 所有资金往来 切断了北韩重要的资金流通管道 中国大陆官方做事做了 但是不愿意高调地多做解释 外界解读是 中国意在向平壤释放警讯 那么不要认为有这个老大哥 可以永久依靠 而不多做解释的原因 也不愿意中国显示出 好像在附和美国或日本 一起制裁北韩 这是北韩中央电视台 7号播出的画面 女警鲜花一片祥和 和之前的暴力挑衅 犹如天壤之别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面带微笑 国际社会还是猜不透 这个神秘国度到底在盘算什么 但北韩盟友中国发出了警告 中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 中国银行正式宣布 关闭朝鲜贸易银行 设在中行的账户 全面停止资金交易 这是北韩爆发核危机以来 中国大陆第一次祭出具体经济制裁 朝鲜贸易银行是 北韩主要的外汇银行 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3月 就点名朝鲜贸易银行 是北韩核武及飞弹扩散的 关键金融据点 连同日本和澳洲都对这家银行 实施制裁 现在再加上中国大陆 无疑对北韩资金流通 造成严重打击 北韩的金氏王朝 据说就是靠着金正恩的估障 张成泽运筹帮帮帮帮 把国营企业生产的煤矿铁矿 卖到中国大陆 这条金元管道 让两国贸易额 从几年前的10亿 暴增到现在的50亿美元 毒品山寨版洋烟和味噪成药 都是金氏企业的畅销商品 北韩印的百元贾美钞 一直是市面上贾美钞最大宗的来源 过去联合国 美国欧盟对北韩多所制裁 从武器禁运 冻结资金 到禁止奢侈品出口 及走私核武飞弹 但制裁似乎难以撼动平壤政权 唯一一次发挥作用 就是2006年成功逼北韩 重回六方会谈的谈判桌 但四年下来 谈了六个回合 最后北韩出走 看看今日的平壤 飞弹试射 盒子试报 一样都没少 苦得似乎只有北韩人民 南韩总统胡锦惠 上任后第一次出访 地点自然是华府 与美国总统欧巴马兼并肩 意在牵制北韩 而就在普警会访问美国之际 北韩宣称美韩在黄海 进行射击训练 并且发出警告 面对反复不定 且封闭的北韩 经济制裁效果似乎有限 国际社会也只能继续 被动的加强警戒 听不见新闻综合报道 出口在这里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例子 你又是哥伦比亚 现在要做了给美国小朋友 背的防弹背包 准备出口到美国市场 目前还不晓得反应会如何 在画面上你所看到 记录我最远的这个图片 看起来像一般小学生 寻常背的肩背包 其实它是防弹的 这个防弹的原理呢 看到画面中间 就是有大小不同的盾牌 有的是给学校的老师用的 有的较小的盾牌 可以塞进背包里面 那么到万一子弹不长眼的时候 这个背包就形成了最好的防护 当然哥伦比亚还制作了 给儿童穿的防弹背心 只不过这些所谓的新商品 新发明都让人不禁感慨 什么时候孩子在成长的岁月里面 必须准备这样的防弹衣跟背包 才能够期许有成年的未来 哥伦比亚这家工厂 正在感知一种新产品 这个方向看是背心 转到另一边 却是个儿童背包 原来这是一款专为孩童设计 背心背包双公门产品 而它最重要的功能是 子弹打过来 可以保护孩童的性命 工厂老板研发儿童防弹 可穿背包的灵感 来自于去年12月 发生在美国康奈迪克州的 小学枪击案 老板表示 枪击案发生之后 确实接到不少美国家长的询问电话 而这款既可穿又可背的防弹罩 预定售价在200到300美元之间 厂商打算先在哥伦比亚试水温 之后再外销美国 而嫌这种背包加背心的防弹罩太笨重 样式又不够Q的话 美国由他之后 已经有公司制造儿童防弹背包 上面有可爱的卡通图样 一直售价300美金 美国枪击案频繁 讽刺的是 这些惨剧却带动了防弹商机 甚至启发一些奇想发明 漫画改编了电影 美国队长中大英雄手上那块子弹打不穿 用100%吸震的盾牌 献上了许多粉丝 而德州这个发明家就把脑筋 动到了防弹盾牌上 这位发明家花了几年的时间 研发出防弹盾牌 还分成了大人 以及儿童用两款 大人版重达6.3公斤 要价275美金 儿童版1.8公斤重 售价25美元 重点是他可以塞在背包里 走到哪 保护到哪 只是这位先生最近跑到几家学校推销产品 却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音 毕竟这种盾牌 说它是保命的工具 似乎更像是玩具 而6.3公斤重 或许有人会拿来当武器 也说不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从4月底以来 一直引人疑虑 觉得对生命安全 大有威胁的H7N9 现在情况怎么样 这个疫情从爆发到现在两个月 目前就这两周的情势来看 中国大陆所通报出来的感染病例数 明显的是降低了 不过现在东南亚喜欢打羽毛球的民众 却觉得受到了波及 因为快买不到足够的羽球了 当然是因为中国大陆出口 到印尼或马来西亚的家禽羽毛 现在几乎是挂空 那么不止是大量的家禽受到扑杀 它们的羽毛的功能平常很多 比方说像鸡毛毯 天鹅绒可以做成绒被取暖 而羽毛球这个运动里面 如果没有压根额的羽毛 是绝对不可能制成 现在导致中国大陆 印尼这两大羽毛球生产国 原料极具短缺 羽毛球的价格极有可能受到冲击 大陆禽流感疫情出现意想不到的受害者 没有羽毛 生意做不下去 是什么东西一定要用羽毛制造呢 没错就是羽毛球 大陆是世界主要的羽毛球生产国 但是自从三月初传出首例 H7N9禽流感病例之后 难以计数的家禽遭到扑杀 它们身上的羽毛也一并销毁 羽毛在制成羽毛球之前 都要经过清洗 消毒 烘干 以及修剪的过程 而现在没有足够的羽毛 大陆已经有羽毛球工厂 处于半停工的状态 而就算有产品出口也受到限制 马来西亚那边已经通知我 可能就是说海关有可能是会禁止 但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确认 马来西亚可能禁止 Made in China的羽毛球进口 这位印尼则早在四月中 就已经禁止大陆的家禽产品输入 印尼同样是世界主要的羽毛球生产国 而羽毛球这项运动更是印尼的国球 印尼人会拍电影歌颂羽毛球 而与大陆羽球明星林丹 所有余量情节的印尼羽球一哥 陶飞克 更是受到印尼人的崇拜尊敬 在印尼禁止大陆的家禽产品进口之后 40%的原料仰赖大陆进口的印尼羽毛工厂 势必原料不足 印尼羽毛球协会四月中曾经表示 这项禁令可能导致羽毛球短缺 H7N9这场让禽鸟以及人类都遭殃的灾难 影响的范围恐怕会越来越广 TVS新闻综合报道 这真的是一个牵移法而动全局的地球村 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的是海涛族 什么叫大陆风海涛 海涛族简单的解释呢 就是它拥有到国外的网站上面 上网购物的能力 所以它可以替中国大陆里面的 消费者负责到国外的网站去购物 那么这一来一往之间 究竟它赚什么呢 赚利润 海涛族至少可以避掉三种税 它可以避掉18%的进口税 它可以避掉30%的消费税 还有17%的增值税 所以如果当进口商的话 它必须乖乖的把这么多钱 绞进中国大陆的国库 但是做海涛族的话就全免了 现在最新的统计是 全中国大陆有1800万人 都是海涛族 而他们海涛的总金额 一年可以冲上27亿美元 这么庞大的数字 已经让美国运通 拉着有近百家海外网站 还有和腾讯旗下的财富通 两两联手 他们推出了第一个 海外网购人民币的结算业务 你可以看到一种社会现象 会衍生出多少新的商机 二十多岁的乔小姐正耐心浏览国外购物网 考虑着要不要下单 因为国外的那个衣服 包括鞋子尺码什么都跟国内不一样 有时候换算上会出问题 这双鞋就是乔小姐从国外网站买回来的 只不过将来要穿上这双鞋的不是她本人 原来乔小姐是专门替消费者 上国外网站下单订货的海涛族 也就是海外淘宝族的意思 是集中在上海地区 南京地区 然后福建地区 他们是作为海淘的主力军在海淘的 海淘二字继续名词也是动词 他们是规模惊人的大陆网购市场 一股新崛起的势力 根据大陆第三方支付平台龙头支付宝 四月份发表的调查 2012年海淘族消费规模同比增长了117% 人均支出1514块人民币 但有钱未必能当海淘族 具备外语能力 还一张可以外币交易的信用卡 是最基本的条件 像上海地区基本上占了有三分之一的这样子 产品呢主要是以母婴类为主 然后就是尤其是像奶粉类 什么奶瓶类这样子的 小孩子用东西比较多一点 不过整体来看 海淘族消费最多的还是护肤美妆产品 其次才是婴儿奶粉 第三到第五名则分别为服饰 保健品和消费性电子产品 尽管海淘族的实际人数不可考 但一被发现 利用旗下支付平台PayPal交易的大陆网购者当中 有11%是跨境海淘一族 相当于1800万人 支付总额高达27亿美元 这还只是一家网站的记录 业者私下估算 2013年大陆海淘市场上看数千亿人民币 我真的觉得在国外买的东西那么便宜 然后在国内 然后就卖的很贵 然后可以赚点差价吗 以这瓶不少人使用的乳液为例 在美国一瓶卖不到200人民币 加上进口税消费税和增值税之后 网路定价360块人民币还算便宜的 有利可图 海淘市场大饼越做越大 2012年底美国运通拉着近百家海外网站 和腾讯旗下的财富通联手 推出了第一个海外网购人民币结算业务 我们非常的看重这一块的业务 这个增长率会被之前的几年 可能更快速的 肯定是三位数字以上的一个 每年的一个增长 和美国运通差不多同一时间 eBay也宣布 与走秀网合作再次进军 已经退出十年的大陆电子商务市场 锁定的对象就是海淘族 这群多为城市白领 通晓万文 注重品牌口碑而不是价格的中间消费人群 正在以多种优势改写大陆消费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看的是全球货币宽松政策 刺激雅谷红通通 日本日经指数在跨过了14000点关卡之后 那么今天接续礼拜一的气势 占上14285点 另外再看国际主要的货币汇率 美元兑日元是98.86 而美元兑换新台币是29.50 好 广告之后 在我们今天的产业科技报道里面 要告诉你实际 瞬间变成虚拟 这个里面的商机有140亿 它的新名词叫AR 什么是AR呢 将来智慧手机有很多 都会配合AR 然后增加下载的软体 待会为您详尽报道 欢迎回来 您上网 用PPS看过影集或电影吗 相信这样的观众朋友很多 他是PPS的老板 而大陆最大的网络搜寻引擎 百度周二宣布 以3.7亿美元 我们折合新台币换算 相当于107亿的新台币 收购了线上影音公司PPS 我们刚说了被收购的PPS 很多人在线上看他的影片 他在大陆是实力坚强的线上影音业者 他的总裁叫徐伟峰 是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 百度重金收购的目的是为了 对抗大陆最大的线上影音 优酷土豆 眼球盯在屏幕上 而不再是电视上 这就是线上影音的新趋势 线上影产业谁 现在都想成为霸主 现在在电脑上随时可以点选各种影片 要电影有电影 要综艺有综艺 只要在电脑或是手机下载一些软体 马上就可以观看 前不久大陆的我是歌手节目热潮 很多人回到家连电视都不看 直接打开电脑 在线上欣赏台湾歌手林志炫 琪琴等人的美妙歌声 中国大陆这种影音平台 已经营运了好几年了 业者彼此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去年优酷和土豆网合并 让PPS腹背受敌 现在百度也想介入这块市场 双方一拍即合 百度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大的搜寻引擎业者 在全世界的市占率甚至超越雅虎 八年前就在美国NASDA上市 还在远端为股市敲开盘中 NASDA即将来新的影片 让我们不同期待一个 更加美好的背影 不过最近几年百度成长减缓 让百度思考开发新的市场 因此想跨足线上影音领域 至于PPS 他的总裁徐伟峰是台湾人 当年是在一家线上音乐影视公司工作 原本要向大陆工程师购买串流技术 结果反而受到邀请 共同创立了PPS 现在每天都有3000万人 上PPS观看影片 比台湾的总人口还要多 它现在每一年 每一季度的日增长 每一季度的增长量 大概都接近了百分之百 我也跟各位分享 PPS在2011及2012年 这个年度的增长量超过百分之百 百度收购PPS以后 因为双方拥有不同类型的用户 以后不管在电脑或手机影音市场 都有助于百度取得市占率领先的地位 TVBS综合报道 好 我们看这种竞争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而在智慧型手机下载的软体当中 语音及时通讯越来越引领风骚 在画面上看到的语音及时通讯 可能您的置机里面就会有好几款 而上面标的数字 分别是他们在全球的用户人口数 下载人口数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行的WeChat 是非常多的 有四亿多人 而这种手机及时通 大大冲击了传统电信业的收益 除了美国崛起的WhatsApp 那么中国大陆的微信和日本的LINE之外 现在台湾也有MIT的QB 那么这是台湾人自己研发出来的语音及时通 在全世界有650万的用户 下一步要打算进居欧美市场 那么及时通的通讯软体越火红 压缩到电信商传统简讯的获利空间 现在电信业者也要捞过界 也想自行研发通讯软体 要分一杯及时通的羹 只有音乐没有口白 画面很简单 这是台湾团队所创造的 即时通讯软体QB 我们注意到虽然市场上 已经有很多行动通讯软体 但是并没有一些可以跟朋友 更有趣的互动的软体 只专注聊天这一档式 QB不只有可爱贴图 就有连独特的手智绘图功能 也成了最吸睛的焦点 QB最近推出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快闪照 它不见了 没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有趣的特色 就是说强调是朋友之间的一个通讯 功能上试图做出独特性 QB从台湾出发 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热门 还打算进一步进军欧洲和南美市场 同一块大饼 香港也想分一杯羹 香港的免费即时通讯软体 蚂蚁用户数超过了两百万人 其实通讯的热门在全球掀起的旋风 已经引爆新一波产业革命 其中的先驱者就是拥有两亿用户 美国的WhatsApp 至于在大陆市场崛起的WeChat 以四亿用户居于领导地位 另外日本的LINE 还有韩国的卡靠头 照样激起直追 台湾的QB当然不例外 像LINE我们都知道它是贴图 WhatsApp比较传统 在简讯的这个通讯上面 那即使每个这个通讯软体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强项 只是通讯软体越便宜越有趣 手机的简讯就越视为 全台有超过一千万用户的中华电信 在跨年简讯的发送量上 2009年一千八百万则 随后都是往上成长 2001年达到高峰两千两百万则 但隔年马上萎缩到 两千零六十二万则 下滑幅度超过百分之六 显然市场转变 让电信业者压力倍增 以WhatsApp为例 每天传讯至少十亿封 如果一封一块钱 电信业者等于少赚了十亿元 换句话说 在改变不了潮流趋势之下 电信业者只能追求 更快速的应变措施 这边就有个送礼物的选项 劳国界做的也是通讯软体 电信业者不在原地踏步 也尝试主动黏住用户群 希望最终在整个智慧型手机上面 我们能够达到 大概80%的渗透率 显然山不转路转 在虚拟网路世界当中 创造新的模式 也才能继续占领优势 TVB的新闻 熊超黄一集 台北上报导 可是每个即时通业者 他都认为 他现在站的山头 可以永远看到 这么好的前景吗 比方说 目前拥有4亿下载用户的WeChat 或是有2亿的WhatsApp 他们可能心里面 都还是有危惧感 于是呢 又要把自己独特的蓝海 能够切得更大 下面要报导的 就是像免费的 即时通讯软体 像LINE 他现在呢 不止在行动装置上 会有熟悉的馒头人 或者是熊大的贴图 他还把这些贴图明星 变成电视上的 动画卡通版本 希望跟每一个 用即时通的用户 粘着度更高 日本LINE的超人机贴图 现在也化身卡通人物 要攜手进军 电视一幕 圆滚滚的熊大 还有可爱蛮头人 就连花美男也要嘎一脚 贴图界的明星人物 有了声音 有了表情 还有故事辅助 试图仅仅黏住 全球高达1.4亿名的用户 加深消费者跟 这些角色之间的 情感连结的一个策略 更多的情感投入之后 你就比较不会 依去用别的 确实文化创业产业的 高附加价值 让即时通讯软体 也抢着分一杯羹 尤其全球60%的动画 都是来自日本 像是神奇宝贝 还有宫崎骏动画 一直是引领潮流 每年整体的产值 就高达90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 2560亿元 有强大的后盾 让LINE似乎已经 赢在起跑点 但是在奔兰的愤怒鸟 其实老早就有动画创意 圆滚滚的愤怒鸟家庭 展开太空探险 颠覆游戏概念 把愤怒鸟拟人化 做成一系列52级的卡通 企图性是要在应用程式当中 打造影片频道 只是在行动 网络风潮的崛起下 芬兰的愤怒鸟 也要面对后起之秀的竞争 因为在下载排行榜当中 愤怒鸟的表现不如以往 就连脸书 现在也打算复制LINE的成功经验 用贴图来吸引用户 社群网络最重要的就是 网络效应跟消费者 对这个网络的粘心 所以他会 任何对他的粘性 有加分的东西 我相信他都会想要去尝试 显然在行动通讯装置 越来越多元的状况之下 怎么粘住用户拓展示战 应用软体业者 已经试图在旧思维当中 必造新商机 TVB的新闻 熊超黄宇捷台北 常常报道 好 再来问问你 最近有没有听过 有人提到新科技 用到AR这个字 AR这个字 其实是Augmented Reality 那么缩写 意思就是说 透过你的手机 或者平板垫的镜头 荧幕上出现了 你所在环境的辅助信息 或者把现在你所在的环境 直接转化成虚拟的3D影像 出现在屏幕上 AR可以被翻译为 扩增实镜 特别是有一种AR 和当时的地理位置 一结合的话 会及时提供你 所在位置的交通讯息 电加资讯 这个又叫做 视地性扩增实镜 现在Google推出了一款游戏 就是让玩家拿着置机 在现实生活的场景当中 执行游戏任务 那么很多实景呢 都变成了虚拟游戏的场景 于是呢 又有实体电加看好了 打算在这种AR的游戏里面 置入广告 要小心了 这是Google今年新推出的游戏 Ingress 玩家在现实生活中 透过手机 结合虚拟游戏空间 这技术就称为 扩增实镜 所谓的扩增实镜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透过智慧型装置的镜头 呈现立体成像或扩充讯息 而Ingress 就将扩增实镜的技术 结合真实场景 瞄准视地性商机 店家成为游戏任务的据点 借此宣传 Ingress打的算盘 就是向实体店面赚取广告费用 这便是视地性服务的商机 这块市场2009年才不过26亿美金 近年来倍数成长 明年可达140亿美金 Google推出多款 视地性扩增实镜功能 就是为此布局 景点探索App File Trip 结合博物馆 餐厅商店 提供扩充讯息 是Google推出的第一款 视地性App服务 而Google Glass 也是视地性扩增实镜的 更紧接应用 市场预估 2014年全球将会有 3.5亿只智慧型手机 下载扩充实镜程式 2015年下载量 上看14亿次 未来扩增实镜 更可能成为 智慧型装置中的 内建城市 扩增实镜 普及化 意味着现实和虚拟 分别会越来越小 若是我们养成依赖 有朝一日虚拟世界 也可能取代现实生活 TBS新闻 郑伟宏宅宣 综合报道 全球财积界的人物 今天要认识阿兹维多 那是因为 他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新官 这次新任秘书长 选举非常激烈 巴西的阿兹维多 对决的是墨西哥的布朗科 结果就由巴西的 阿兹维多却贫重选 他是成为WTO第一位 出胜拉丁美洲的秘书长 接任之后 阿兹维多最重要的任务 必须要在WTO的框架下 重新开启 全球多边贸易谈判 经过六个月禁逐和三轮投票 巴西驻世界贸易组织 大使阿兹维多 击败八位对手 当选WTO新任秘书长 在这场秘书长的选举当中 墨西哥的布朗科 原本呼声并不敌 他是墨西哥的贸易部长 非常熟悉国际贸易事务 至于巴西的阿兹维多 原本是一名职业外交官 并且是巴西驻WTO大使 非常了解WTO的运作 所以从波利维亚开始败票 WTO对候选人的投票相当保密 不过在选前外传美国 支持墨西哥的布朗科 而巴西官员则说 中国站在他们那一边 最后巴西的阿兹维多当选 主要是因为他还有广大的 新兴市场国家支援 阿兹维多成为WTO 在1995年成立以来 第一位出身拉丁美洲的秘书长 也是金端国家的代表 首度出任这个职位 象征巴西以及新兴经济体 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明显提升 TVBS综合报道 来看元首外交要面面俱到 今天前半段 我们为您报道了美韩峰会 现在我们就看 南韩总统补警会 上任后首度出访美国 台北时间今天凌晨 跟欧巴马举行峰会 他还怕美国民众不认识他 这次也愿意美国媒体 专访自我推销 美国媒体称他为亚洲铁娘子 我们看到他的服装 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为了消米给人过于强悍的印象 各界观察 补警会这一次的仿美 在穿着上有特别下功夫 希望展现刚中带柔的形象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补警会是换穿了 不同颜色的套装 服装款式也不一样 尤其他在美国会见 南韩侨胞的时候 他穿了一袭米色红色带的传统韩服 展现了韩国女性 穿韩服的婉约之美 而这次拼外交 补警会特别带了 正在服役的小天王 Ren跟他一起去 Ren将在华府穿韩服走秀 名副其实地达成了韩服外交 首度宝妹造成旋风 美国媒体用亚洲铁娘子来形容胡警会 不过胡警会这次美国行卸下强悍放人身段 想让美国人认识南韩首位女总统 胡警会抵达美国 一身金色外套现身 随身的包包就使之前被批评很贵 韩国制的鸵鸟皮包 之后纽约会见侨胞 胡警会换上了一袭米色 红色带的传统韩服 配上了珍珠耳环 展现婉约的韩国妇女风扮 到阿里顿国家公募制衣时 胡警会换上黑色裤装 展现沉稳与俐落 在白宫会见欧巴马 胡警会又换了蓝色外套 配上项链和胸针 展现女性特质 时尚专家观察普警会的穿着 说他偏爱军绿色和蓝色 可以展现刚中带柔的一面 普警会出国拼外交 南韩各大设计师争相赞助 什么场合穿什么款式衣服 一应俱全 希望就由普警会 让自由品牌在国际发光 这次普警会访美 正在服役的南韩歌手Rain 穿着军服 也跟着到了美国华府 他硬要参加美韩同盟 60周年青年活动 要担任主持人 还将穿着韩服走秀 善于国际行销的南韩 借着女总统的出访 来了一次韩服外交 TVB新闻综合报道 Focus全球气象 气象专业主播 任立于任先生 终于回来了 任先生 今天有人问我说 是不是就这样子 一路就热下去了 因为端午是6月12 我们传统上觉得 过了端午才会 天气真正的一直热 可是这几天 真的温度很高 一点都没有错 不过这么样的热天 其实还有两天而已了 我们先来看看天气图 天气图高压在这个地方 气流是这样吹过来的 所以都是从南方来的 南方来的都是暖空气 所以今天当然又是热的 下雨的话 就跟这个低压封面 有很大的关系了 主要的话 雨比较多是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我们看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 我们的周围这一带地方 云还是很多 这就表示我们周围这个地区 水气非常的丰沛 所以也都下了雨了 那么今天的雨 其实跟过去差不了太多的 最主要都是在东边 比较多一点的 西边这个都是午后的这种阵雨了 这种形态 明天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看看明天的天气图 第一个温度还是很高 因为还是南方来的暖的空气 甚至于明天会比今天 还要更高一点 雨水气很多还是会有 但是东台湾我们的看法 雨会比今天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请大家注意到这是礼拜五 礼拜五的雨又不同 尤其在晚上以后 因为封面靠近了 晚上的话 北台湾地区可能有比较大的这种降雨了 那么暖空气依然如此 所以说也是热的 什么时候不同呢 你看封面到了 所以这是礼拜六 东北风吹下来了 所以说礼拜六会比较凉一点 但是封面到台湾这个地方 就表示我们这边容易下比较大的雨 这种情况有一共会有三天 连续三天都是容易下雨的天气 接着看看明天各地方的这种天气预报 第一个北台湾 你可以看到白天31 32 温度更高了 中部的地区也是有一些短暂雨 不过温度是31度的高温 南台湾也是有32 屏东还有33度 所以明天是蛮热的这种天气 那么至于说东台湾 也是一样温度都是比较高的 最后提醒大家 礼拜六开始天气是非常不稳定 不但容易下雨 而且会有大雨甚至有豪雨 这是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祝您晚安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地球黄金线